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鎮,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本週的周龍叫做白蛇龍 那怎麼繁殖呢?我們來看一下繁殖說明 點這裡 他說白蛇龍有可能用UV龍跟種子龍繁殖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好也繁殖出一隻 來,好 就在這邊我們看一下孵出來的結果怎麼樣 來 哇,來放置放置 Yeah 新卡片,白蛇龍 酷喔 好的,那我們的龍迷四周年呢 我已經完成了,來看一下最後一隻四周年龍也取得了 好,就在我的倉庫裡面 就是這一隻 好的,那本週又有新的活動呢 叫做獨自飛翔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一樣先看一下獎勵 如果你第三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彩虹龍 如果你第六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玉兔龍 如果你第八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水鬼龍 那如果你第十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白羽龍 那得到這一隻有什麼特別的作用呢? 有,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他要搭配另外一個活動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搭配的活動就是這個 創世宇宙 好,那這個活動要怎麼玩呢? 很簡單 首先呢,你先用沸騰龍跟冰龍 有機會繁殖出水龍 但是一般正常呢,你直接有水龍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這麼麻煩 然後呢,有水龍以後呢 再加上你前面那個活動,可以得到白羽龍 那兩隻下去繁殖呢,就有機會得到這一隻傳奇的 宇宙龍 那這隻傳奇的宇宙龍呢 是以前的月龍 以前我有繁殖到過 來看一下 跟正常我們東方人想像的龍差不多 差不多 一樣你可以摸他 你看亂動 有沒有 你也可以餵他 但我不想餵 我只是示範給大家看 來放回去 好 所以呢,如果你是新玩家 你想要得到這一隻宇宙龍的話 那你必須在前面的活動呢 先得到白羽龍 才有機會得到這一隻宇宙龍 好 那麼這個獨自飛翔的活動呢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原則上這次關卡的內容都還蠻簡單的 那只需要注意第七關跟第九關有地層 地層 你不要先打掉 你要預留 要不然如果你先打掉的話 那就要等到隔天才能夠過這個關卡 那時間上你可能就會來不及 所以這個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的 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一隻宇宙龍 掰掰